你好 宜伟 我想请问一下 我在网络上看到写20152月14号 罢免蔡正元不得宣传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中华民国非常古老 留在这个宪法的罢免权底下的一条规则 那他说选举可以宣传 但是罢免却有这个不得宣传的这个规定 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非常不合实力的一个规定 那说实在来 其实我们知道立法院在这个会期 也准备要通过说要把这个不得宣传的这个法规删掉 但是到现在我们罢免蔡正元这个案子 还是适用于这个不得宣传的这一条法 那这一条法显然是一个 我想应该所有人都能知道 这显然是一个二法 它是一个不合理的 那我们现在就变成使用另一个方式 我们不宣传罢免蔡正元在2月14号 但是我们帮中华会做镇定圈导 中华会的镇定是 2月14号罢免蔡正元不得宣传 这个字我们帮他做一个镇定的宣导 我想这应该就是不属于这个宣传的范围 不是宣传罢免 我们是帮中华会做镇定宣导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许多民众 他就是可能立场都不一样 所以就会特别说去检举我们 所以我们有这个宣传的动作 那说实在的 当这个法规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 那对于也是一个所谓反民主的一个法规的时候 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需要 去遵守这个法律 我们虽然是希望守法 但是我们是尊重法律 我们不应该就是没守成规这样子 那民众检举也许真的会开罚 但是呢 我想这个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 应该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台湾的人民 可以在这个民主的意识上越来越坚固 那就不要再发生这种就是不得宣传罢名 然后就去以这个过时的法律去检举这样的行为 那请问一下违反这个法律 它的罚者或者说刑者 它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它不会坐牢 但是它是会合法金的 大概的罚还是多少 我现在有点没有查法归我记不得 不过我记得 依稀记得好像是有到十万块吧 最高 好的 谢谢你 我也不知道说 我做这个报导 是会不会有处罚的嫌疑 应该是不会有处罚的嫌疑 因为我的title就是您刚刚说的 20152月14发免财政员不得宣传 我想中选会应该要赶快出来做说明 中选会上一次针对这一个行为 他们说难界定 这是他们的讲法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选委会的主委 新的主委正要上任 希望新的主委可以明白 这个是一个不合一的法规 应该是要不能做这样的犯罪 好 谢谢你